在娱乐圈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一些个人隐私或黑料的存在 通常情况下,这些事情并不会对他们的事业产生太大的影响 除非涉及到观众的底线,或者涉及到黄赌毒等步伐行为 娱乐圈中有众多美女明星,各自都拥有独特的魅力和风格 可以说是各具特色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主角是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和时尚偶像,她就是妮妮 妮妮虽然以某女郎的身份出道,本来前景看好 但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些黑料的纷扰 事实上,妮妮并没有一开始就梦想成为一名大明星或演员 她的初衷是想在职场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然而,人生的道路充满了变数,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 妮妮从小就备受父母的重视和支持 她们非常看好她的未来,因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期望 她们希望妮妮能够全面发展 因此对她要求严格,对她的教育也很严苛 妮妮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成长为一个端章大方的少女 妮妮在小时候拥有清秀的外貌 长时间的舞蹈练习使她气质优雅,备受人们喜爱 她也积极参加兴趣班的学习 同时勤奋学习,取得了出色的学业成绩 然而,妮妮的高考成绩却并不如人意 未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这一失落使她感到巨大的压力 因为她一直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尽管如此,妮妮并没有被挫败 而是重新振作起来,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业 妮妮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兴趣和梦想 决定进入娱乐圈相关领域 尽管最初的目标并不是表演 最终,她考入了中国传媒大学 开启了大学生活的新篇章 在大学时期,妮妮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而且,她的外貌逐渐变得更加出众 如常说,女大事八变 妮妮的容貌逐渐展现出成熟女性的魅力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她的颜值和多彩多艺使她成为校园女神的代表 妮妮从小就学习游泳 甚至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 并在跳舞领域语获殊荣 她的多彩多艺让她在校园里意义生辉 尽管最初只是偶然参演了一部话剧 但这个经历唤起了她对表演的兴趣 表演逐渐成为了她生活中的第三个光彩夺目的领域 为她打开了通往演员之路的大门 虽然妮妮在中国传媒大学就读 但她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 与那些接受专业培训的演员相比 她在表演技巧上有一定的差距 然而 在娱乐圈中 颜值通常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因此 妮妮凭借出色的气质和颜值 引起了著名导演张艺谋的注意 最终成为了对受瞩目的某女郎之一 妮妮的演艺生涯受到了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培养和指导 这位导演以其卓越的眼光和导演才华而闻名 在张艺谋的带领下 妮妮学习表演两年 最终在电影《精灵十三拆》中呈现出了一份惊人的表演 这部电影的成功使妮妮的名声大噪 她因其惊人的美貌而令人叹为观止 人们不敢相信 她之前竟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表演培训 然而 一旦妮妮爆红 便开始受到各种负面报道和丑闻的困扰 其中最突出的是燕门照事件 这种情况在娱乐圈中并不罕见 通常是前男友的报复或媒体的偷拍 但妮妮的情况却与众不同 因为这些照片是她自己拍摄的 这些照片展示她的身体和性感表情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这一事件导致妮妮从演艺圈神台上跌落 令人感到非常可惜 不少网友对这位新晋一线演员改变了看法 并开始批评她 此外 还有传闻称妮妮是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获得角色 并因此讨好张艺谋 这种谣言在网络上传播 有时候谣言传播越广 就越容易被当成事实 然而张艺谋对妮妮十分看重 她在各种活动中都有出现 虽然这些负面报道 本可以在张艺谋的支持下对以消除 但可惜当时的张艺谋也陷入了困境 妮妮在演艺生涯中 因与张艺谋的合作而展露头角 但由于一些问题 张艺谋与她的搭档反目成仇 尽管妮妮对张艺谋心存感激 但由于张艺谋当时处于困境中 她最终被公司雪藏了一段时间 妮妮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是因为与演员冯绍峰的关系 当冯绍峰首次见到妮妮时 她对她一见钟情 冯绍峰真心喜欢妮妮 并在她陷入低谷时伸出援手 帮助她重回娱乐圈 这个帮助不仅使妮妮摆脱了困境 还让她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妮妮对冯绍峰的帮助感到非常感激 两人之后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关系 甚至互相见了双方的父母 尽管很多人期待着他们结婚 但突然宣布了分手消息 尽管分手原因不明 但这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冯绍峰曾被认为是花心的人 但在与妮妮的恋情中 她似乎表现得非常专一 然而 两人分手后 妮妮的事业出现了显著的回升 妮妮在失恋时 受到了景伯然的陪伴和鼓励 两人因合作而结识 关系亲密 景伯然在妮妮失恋后 一直陪伴她 并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他们在公开场合承认了恋情 受到了许多人的祝福 然而 最终 这对情侣也分手了 可能是因为性格不合或工作原因 如今 景伯然已重新找到了爱情的港湾 然而 与她曾有一段恋情的妮妮 在分手后一直选择了独自享受单身生活 多年来 妮妮未曾卷入于其他男明星的绯闻 也没有展开新的感情 相反 她与女明星们的友情渐渐升温 与许多风华绝代的美人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妮妮曾在综艺节目中谈到自己的兴趣向问题 但她总是以扭捏的口吻回避直接回答 这引发了公众的好奇与猜测 她还提到自己的前任是来自游泳队的 而众所周知 妮妮的队友中只有女性 这一事实使人们更坚信她的性取向 然而 尽管与美女亲密无间 如刘诗诗 刘亦菲等国色天香的女演员 但大家一致认为 她们之间并非恋爱关系 特别是刘诗诗已经结婚成家 妮妮以一种欲解的形象 赢得了众多女性粉丝的喜爱 她经常展现出对身边女性朋友的照顾之情 因此拥有众多女友粉 然而 这种友情亲密的关系 不应该被误解为性取向的问题 女性之间的友情通常充满亲密和美好 这完全是正常的 妮妮在公开场合也表现出对女性们的关心 包括帮助她们整理衣裙 赞美她们的美貌等真诚的举动 除了她的感情生活 妮妮的魅力还在于她出色的演技 尽管她没有接受专业的表演培训 但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出色的演员 她出演的电视剧和电影都受到了观众的高度评价 例如在热播的电影《消失的他》中 她的出色演技赢得了众多观众的认可和赞誉 这些都是她令人瞩目的魅力所在 娱乐圈的黑料确实是接连不断 你觉得妮妮是靠身体上位的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这里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